來報道 好的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到板橋福州地區來談他的住宅政策 不過談起了這個陳志忠 因為違證罪判刑確定被宣告解職 他也提起他的看法 來看一下他怎麼說的 我覺得這個陳志忠的這個案子 基本上他是一個清罪 因為他是一個三個月的可以易服勞役的刑罰 是一個清罪 一個清罪導致於市議員資格被剝奪 一方面是他個人權益的問題 另一方面也就是說投票給他的選民 他們的權益也被剝奪 我知道這個判決的結果 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不合理的結果 是因為導致於不合理的法律的規範所造成的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其他的民意代表沒有這樣的 不合理的這種法律的對待的情況下 我們是應該要整體的來檢討 我們這個法律的 整體法律的這種合理性 那是應該要被檢討了 我們這個很多相關的法規 都是在不同的政治考量底下在不同的時間點 去做他的改變 以至於造成我們現在在整個法規結構上面 有很多不合理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現象 那我也希望陳志忠先生可以按照現行的法律的程序 能夠尋求救濟 那我們也要一定的程度向我們的社會 來反應現行法規結構的不合理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只能說我們對這個判決非常的遺憾 好 來 其他問題 但是這個判決在我們看起來 有很大的成分是現行法規結構的不合理 好 可以看到那麼 蔡英文針對陳志忠因為偽政案被判刑三個月 跟喪失了議員資格 他是認為說有些遺憾 因為現行的法規不合理 也希望陳志忠能夠尋求這個法律的途徑來提出救濟 那麼對於外界傳聞說 陳志忠或者他的妻子黃瑞敬可能會參選立委 那麼 蔡英文也表示說在高雄這個部分 民進黨的立委提名都已經完成 如果要因為陳志忠重新思考的可能性並不大 以上就目前在現場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交還給朋友一句話